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來收看 自由人的期貨交易人生 2009年8月 自由人出版了第一本財經的書籍 台詞當沖交易秘訣 書中截錄了 從2007年4月 到2009年4月 我在部落格上所發表的文章 我將交易分為五大類 第1篇 交易篇 第2篇為 新手篇 第3篇為 進階篇 第4篇 為心態篇 而第5篇 是交易雜記 其中我又穿插了自己的交易的故事 這本有關台詞當沖的書籍 在當時獲得 很多回想 也讓自由人浮出台面 卻也引發了 很多問題 第1 我的當中交易方式公開之後 我的當中獲利 由每個月100萬 縮到 50萬 雖然 我不以為意 因為一個月50萬 其實 也還蠻夠用的 但是交易界的朋友 非常的 不諒解 在部落格寫文章就算了 你為何又出書 讓 散戶們知道 我們的交易手法 頓時之間 我成了過街老鼠 其實 我當時並沒有想那麼多 寫書純粹是 朋友 不斷的 邀約 我才答應的 第2 台詞當中交易秘訣出版之後 許多人 效法自由人的加碼方式 例如 我喜歡在 期貨 即將創 新低 時重倉 在當時的 環境 是空頭環境 所以自由人 在那一段時間 是非常喜歡做空的 而且 只要 一破金低 價格 就瞬間出現速度 我就會有豐碩的 獲利 下面這個圖 是自由人 最喜歡的 空頭速度盤 在第1段下殺之後 反彈結束 再往下時 自由人會先 試單 試單成功之後 我會 中倉 打 金低 這時候 是 當充交易者 精神 最緊繃的時候 所以自由人 都會緊盯的 無擋 與吃單的狀況 如果我錯了 就會先砍一半 又錯了 就是全砍 但是 如果 我做對了 我至少會 報個 30秒 到 1分鐘 然後 慢慢平倉 降低 持倉的壓力 剩餘的部位 就會 等待 黑K轉紅K時 全部品嘗 這是當時自由人 最主要的手法 第三 由於 許多人使用 這種方式交易 造成了 反自由人 操作法 也就是說 我的加碼點 被反作 這造成 起貨價格 無法 推出去 經常出現 上影線 與下影線 而我的 重倉 停損的點數 大約是在 12點 到15點 所以 我常說啊 這本書的出版 在我的 當中交易的 獲利上 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我的朋友常對我說 我們就慢慢賺就好 開心賺就好 閃路的書雲 又不關我們的事 關於出書 自由人 並沒有後悔 我的想法 很單純 因為我曾經苦過 知道交易 是一條難走的路 自由人 沒有師傅 市場 就是我的師傅 是我用 自己的時間 與 金錢 學來的功夫 在我彷徨無助的時候 我也希望 有一位前輩 在身邊 點醒我 台詞當中交易秘訣 出版至今 已經 超過 11年了 台詞當中 市場 在這11年的變化 很大 第一本書所介紹的交易手法 在今日來說 早已經不復使用 這當中 自由人 也不斷地調整交易模式 來適應這多變的市場 在當中交易 將近20年的 歲月中 自由人深切的體認到 台詞 極短線交易 是一項非常耗腦力 與體力的工作 二十年下來 二十年下來 首當其衝的 職業傷害 就是眼睛 長期關注在 價格的 價格的無檔變化 與盤面資訊 讓眼睛不深 負荷 為了延續在 交易上的生命 自由人 勢必要轉型 而轉型的方向 便是以 節奏較慢的 日內波段為主 今天的 騎過交易人生 就說到這邊 下一周的主題是 天才 超盤手 歡迎大家 繼續收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自由人 自由人因為演技的關係 這件超盤式 明年就要收掉 為了要紀念 這件超盤式 結束 自由人特地 訂製了 這件T恤 送給徒弟們 那多印的部分 我會送給大家 自由人來講解一下 這件T恤有什麼 特殊的地方 前面就是 自由人的Logo 然後後面的字呢 我印了 貪婪 恐懼 還有心魔 因為這三個字 都是對交易者 有深刻的影響 要 如何得到 這件T恤呢 各位 可以 觀看 自由人的YouTube 訂閱 按讚 並且留言 寫下 自由人 對你的影響 自由人會 每周 選出三個 我認為 最好的留言 把這件T恤 送給他們 我們就有緣再相見 拜拜